各位好,现在是下午12.05分,港股半日收市了 港股的表现跟预期一样差 看看五大指数 恒生指数跌了接近1% 国企指数跌少一点,0.6% 而行酬指数相对没那么差,未跌0.02% 科技指数跌至1.87% 综合指数跌至1% 全部都是跌的 升降股票数目比例 蓝筹股 全部都是跌 27个升、29个跌 即不是太差了 仍然是27个上升 跌多比升多2个 国企指数21比27 我们说升和跌是比较 红丑是7比11 科技是5比25 综合指数是147比317 都是跌多些 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看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最新美子期货是4450 4450代表港股恒生指数合理值 应该是25205 跌300点 现在是25259.66 还有少少略比美子期货偏高 国企股情况更好 科技股的偏高更好 如果大家看看刚才的图 就这样看下跌的点数 科技股跌得多 但是我这个分析的方法 就是计算了历史波幅的变化 计算了与上日美子期货的变化 这样去专业一点去看 原来科技股的表现 特别是国企股的表现 特别是国企股 是比南筹股强的 并不是大家看看 指数跌得多些 应该就差些了 那就是什么 跌下去的时候 承接力科技股 其实是比南筹股强的 红筹股更加强 国企股更加强 红筹股也是0.75% 综合指数0.22% 即是计算这三线股 就比较一般 再仔细看看 恒增指数今早最高 是25412 25412 25412已经比合理值高 即是说 开市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差 曾经弹上25412 就没有预期跌那么多 这是好事 如果合理跌至298点 就没有那么多 25412 其实 是 都未到第一个即市重要阻力位 我只能说 即市的重要阻力位 现在是25412 25789 太高了 暂时就不要期望它到这里 除非 它在下午升了25412 很大的动力 急升上去成交 突然急增 就有些机会 否则 看这个 接下来 最低是25132 25132 25132 就没有到到 合理值 对不起 到了 到了合理值 低一点 没有到过 第一个即市重要阻力 在2498 2498 9.82 这些东西 也跟25132 相差很远 所以 暂时看 即市炒卖范围 等突破 就是这两个位 今早的高位 今早的低位 日经、上海和深圳表现都比美股好些 如果美股的调整压力被消化之后 给我们的市场 港股 内地股市 日股消化之后 有机会追分一点点 上来的我们 从此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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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阴影竹小时图 上面 这里有点 我想仔细看看 就是看看这个位 这个位 先量度 这个位的低位 是2 先 这个低位 是不是这条线 应该不是低位 应该是看阴烛的收市位 说错了 不是低位 是阴烛的收市位 阴烛的收市位 阴烛的收市位 是25171 25171 这一段 跟着11点前 刚才说是10点 11点前 那一下的开市位 即10点至11点 那个开市位 是25171 那开市位 就是25169 是略低的 跟着上来 收市位 是 看到是25323 25322 25322 25322 差一点 25323 25323 25323 公移点 正好研究来说 这是什么 破脚穿头利好转的问题 看到这个 就开心点了 好友 下午有些机会 是 是 充满了 动力 当然 在收市前 下午 下午 关键 是否可以充满了 是 可以看好一点 如果不是 就不行了 就 跟着 如果你看个指标 技术分析指标 1 2 3 4 5小时图 上面 现在是 RSI 就是 淡了 还是好的 STC 还是淡的 1 个好 4个淡 形势暂时 还是向淡 希望下午 多些指标 例如 STC %K 升回 上去%D 上面 令到3个淡 2个好 等即使搏返 这种想法 可以考虑一下 是吧 接着 国企指数 期货 情况 这个也是 破脚穿头 认真看看是否真的破脚穿头 因为类似破脚穿头 我们又要看 就是看 这个收市位 8992 和这个开市位 8991 低了点 算是破脚穿头 更加明显的 国企股的破脚穿头 威力 指标 STC %K 就回上去 算是回上去 1个好 和RSI 就是2个好的 14.48 原来 14.48 和14.65 还差点 都是1个好 4个淡 科技指数期货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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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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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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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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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类似的曹光蔡燕 究竟曹光蔡燕是否真的呢? 大家看看这个收市位 这一下阳烛的收市位 6403 高不高得过这支阴烛的新区位 中间位 6443加6346 和大家计算一下 6443加6346 括弧随以2 6394.5 这就收6394.5 即高过603 最多是类似曹光蔡燕 说完这个之后 稍后我们重点分析 找数股票是700 700是腾讯 稍后再说 收完这张图 可以 然后呢 我们看过主板市场 半日收市的时候 非省户主动卖股比率 在跌市指数额网上全部跌 那些主要指数 跌的 都仍有54比46 都仍获得资金正主动卖入 39亿多 不过 卖总成交金额网上 差点不够5% 大家 对短期的市况 保留点 好点 然后 在33个行业内 资金正主动买入 我们看三个算 为什麽呢 我昨晚也说过 在网上说错 平时我们看500只恒生进入指数 我看10只 只有33 看三只足够 不要看五只多 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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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多的头三位 零零细细多的是 9亿9千多万 酒店餐饮及休闲业 接着 9亿5千4百多万 院境服务业 第三位 已得3亿2千6百万 地产业 这三个资金流入最多的板块 不过 他们的主动买股比率 全部都不够60比40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 显示他们的主动买股比率 主动买股比率很厉害 只不过相比之下 就比主动沽股比率更厉害 那么这33个行业 类别所属股票的股价表现 最好的头三位 是升了1%的一般金属和矿势业 然后是0.92%的煤炭业 还有0.58%的化学制品业 看一看他们的主动买股比率 行不行 一个可以 英国呢 就是第三位的化学制品业 67比33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板块 大家当然可以按进去 按进去 按进去之后 就看个别的板块的所属股票 比如我按进去 一样同样方法比较 一样可以看热度图 或者看这个 历史波幅 资金表现 这个我曾经在网上讲座 教大家看的 有机会的话 大家都 重温到我网上 这些部分 大家就学会 如何看法 这里就不说了 再看的就是 今早上的被动买卖 券商最活跃的 这里我们看头五位 头五位是托价 主要是托哪尺 五尺 五尺 不同股票身上 分散了 压价很明显 三尺 有三间 Credit Suisse 梅林 和JP Morgan 第四五位 Morganstein 和UBS 今天那些北水 排到第八 第九位 不抹约 入市态度 五百尺 恒生综合指数 成分股 上午四个升 六个跌 升跌幅 很厉害 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多是六亿 腾讯 四亿七千多万 银河娱乐 和三亿八千二百万 金沙中国 不如我们 半天 我们看头五个 先不要看头十个 半天看头五个 三个跌 两个升 跌得很厉害 25% 金沙中国 第二 16% 银河娱乐 都是澳门赌业股 来 来点消息 显示 累积跌幅 已经分别去到 31.9% 和24.2% 12.5% 过去五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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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中的低位 18元 能否守得住 这是一个 即市重要支持位 暂时来说 量比当然大 19倍 13倍 很厉害 这五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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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成为短期组业支持位166.3 171.6是高于加权平均价格 刚才两个焦点股 现在的半日收市价 都是低于加权平均价格 表现高下落见 接下来我们说今天焦点分析的股票是腾讯 腾讯今早半日收市价格跌了2.83% 现在半日收市价格是459.4 459.4略低于加权平均价格461.03 腾讯历史波幅是52厘比恒生息数21厘 大概等于两倍多 走势反复偏淡 而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是53.47 53.47就是买个码 但是比较低于50.50 暂时资金正主动买入连续交易是6亿 由于占成交金额有7% 大家留意下午蓝色的包幅会继续向上发展长一点 上午收市时的即使阻力已下压到460元 由461 即使支持下面应该是先看459 希望有更好的支持力出现 至于成交分析 标准自动对盘 腾讯这么大只 我们就不看所有大户 我们只看特大户和超级大户 即500万起标 都有148宗 这就不一样 44-59 即使算中户和普通大户 就是 还捱得住的 主动买盘 不错的 但如果只算特大户 加上超级大户就不一样 44-56 支持 认同下跌动力 加团平均价是460.08.9 如果我再深层一点 看超级大户 31-69 加团平均价是459.377 不是 489.377 看完这个成交分析之后 459.377 459.377 未吃饭 接着就看 700 100 看这个托价 今早 谁托着呢 一家 就是中国投资信息 资金正被动买入有 3亿多 3亿多 托着460.279 压着 4家 都是够2亿的 资金正被动买出 美林 汇丰正宪 JP Morgan Credit Suisse 压着460.28 460.28 10 压着 接着我们看图表 看这个腾讯的图表 日线图 日线图跌穿保力加通到中族 很不一样 不尽快升上去的话 市底部支持的机会大 幸好底部支持一直上移 资金的空间一路每日就缩少 这里有一个低位 8月31号 447.2 今天最低是468 468 就比447.28还在上面 希望447.28已经守到了 短期内 否则就有点麻烦 逗留在下面 指标 一个 两个 三个四个 五个 MACD都刚刚发出了 这个牛河 这个是牛河 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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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涨上的412个随程价格 412.2个随程价格 412.2 放在 Excel 上 412.2 但上最高曾经见过 9月8日见到的529元 529元,很简单 如果447.2也搜不到 447.2也搜不到 就要看0.618的位置 不是这里,对不起 下一个 支持阻力 如果447.2也搜不到 我没骗错 412.2 由这里升上去,跌下来 OK 0.382 就是484 484是到了 接下来 接下来 0.5 就是470 到 400 不是 原来 已经到了0.618 调整量度跌幅目标 短期内 必须回到456.8 1.818 至上其稳 否则 后市 都不要看 4 不是 4 4 4 6 8 即是4472 是一个重要关口 458 就是刚刚最新的位置 看错了 因为被楼下装修 有些吵 就有骚扰 456 456 原来是刚刚 到了 没错 2 都不能守住 这是短期形势 中期形势 1 2 SAR 还是好的 SAR 还是好的 因为你看看SAR 在这个位置 是低于价格的 RSI 14天 RSI 现在是跟5天平均线 暂时来说 这一刻 都略为高 STC %K 站在%D 上面 大家可以看左手边 这些数字 暂时有3个好量 但是 腾讯 还是偏好的 中期 希望 可以 是 回到0.618 量度跌幅目标 即是 4 5 6.818 中期有机会 算得好 当然 中期来说 这个高位 500 即是中期 升期高位 529 元的阻力 很大 难度高 要升破 最后 说到月线图 月线图长期认识 这是一个随头利好转向仪态 长期是有条件 在这个 那一个月的低位 412 现在是见了低位 现在是处于 反复回升的状态中 即是反弹 是有条件的 所以 再看我们的指标 1 2 3 4 5 全部都利大 不过 就是这样 你要长期转好 当然要中期转好 你等到中期不小 指标慢慢转好 慢慢转好 慢慢转好 先决条件 就是长期不可以跌低低位 不可以再看到低位 下边的价位 412.2 特别是出现全月收市的位 再提一次 在今个星期六 投资金融分析 我会详细利用恒生指数 讲讲港股的最新 长期、中期、短期的数量方式 多谢各位收看